长寿的七个饮食习惯,能做到几个?快来看看吧! 大家好,我是健康1.0小编葡萄。今天要来说说关于不可不知。长寿的七个饮食习惯,能做到几个?快来看看吧!的是!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有多了解呢?一起来看看吧! 1.不爱吃的菜 吃番茄中的维生素C是水溶性的,如果男士们一天一个西红柿,得前列腺癌的概率就减少45%。 1.胡萝卜中的维生素A可以帮助小孩,大人增强抵抗力,保护老人视网膜,使老人眼不花。 2.青椒能增强人的体力,缓解因工作,生活压力造成的疲劳。 2.如果能够像四川成都百岁的范林式老人那样,不挑食,不偏食,均衡饮食,我们的身体就会很健康,也就免去了生病吃药的痛苦。 2.蜜面主食不能少。我们人体每天需要的能量由生热营养素,糖类,脂肪,蛋白质提供。 其中,蜜面等糖类提供的能量占55%到65%。 虽然蔬菜、奶类和糖类也可以提供糖类,但这些都不能取代主食。 3.在我国居民的饮食中,约75%能量和50%左右蛋白质都来自固类。 3.养生中药常吃。中医认为脾胃属土,土为万物之母,强调脾胃为人体之本,脾胃正常,则能耐固化食,摄取营养,提供养分,促进成长发育, 增强抵抵抗力和免疫系统功能。 所以滋补脾胃,是保健养生的第一药物。 周知所以是养生保健的妙品,其原因就在于它能补充医器,健补脾胃,滋养体能。 4.一口萝卜一口蒜。 现代药理学研究证实,萝卜含有丰富的营养成分,微量元素和酶等。 如维生素C的含量比苹果,彼此高出8至10倍,维生素A,维生素B,点、钙、铁、磷、糖、脂肪、蛋白质及多种酶的含量也很高。 大蒜中含有一种杀菌力很强的大蒜素,能杀灭多种病菌,具有杀菌、杀虫、解毒、防腐等功效。 大蒜可辅助高密度质蛋白清理血管壁垃圾,胆固醇,是动脉血管的清洁工,对关心病人有帮助。 5.要像身体好,鱼肉少不了。 现代医学和营养的研究结果表明,多食鱼肉可令你聪明,健康与长寿,在海鱼的甘油和体油中含有非常宝贵的高度不饱和脂肪酸,是陆地上的动植物所不具有的,是大脑所需要的营养物质。 6.食用有益的脂肪。 脂肪多食有害,但适量食有益,其中最有益的是亚麻酸、亚油酸等不饱和脂肪酸。 应该从食物中摄取有益的脂肪,避免有害的脂肪。 适量食用脂肪,能够帮助维生素A、维生素E等之溶性维生素的吸收。 7.粗粮虽好,不宜贪多。 粗粮有第七营养素,前六个是蛋白质、脂肪、碳水化合物、维生素、矿物质和水等美称。 粗粗粮好处很多,但是如果不加控制的超粮摄取,也会对你的健康造成影响。 一,过时粗粗粮会影响消化,大量进食粗粮,食物在胃里停留时间过久,可能造成负胀、早饱、消化不良等。 二,过时粗粗粮会降低免疫力,长期大量进食高纤维食物,还会影响吸收,会使人的蛋白质不充受阻。 脂肪摄入量不足,因而造成骨骼、心脏、血液等脏气功能的损害,降低人体免疫力。 看完后是不是觉得葡萄小编在健康1.0分享的健康生活文章很好呢? 想看更多好文,或是喜欢健康1.0的文章的话,可以按赞追踪健康新世界并分享这篇不可不知。 长寿的七个饮食习惯,能做到几个,快来看看吧。出去给大家一起看看哦。